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可谓是曾经火遍大江南北,但是近日随着歌手李文的去世,之前在此节目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被人曝光。 紧随而来的是五位好声音学员和模特自报前规则,中国好声音的内幕和黑暗也被逐渐显露在人们眼前,触目惊心,人们不禁要问,选秀圈乱象何时修? 事实上中国好声音的黑幕一直存在,虽然前期对于选手晋级的要求十分苛刻,唱功较好的人是能够晋级的,随后便在黑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向了资本的漩涡。 李文作为一位知名歌手,曾经也登上过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但是在节目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他去世后,相关的音频被传播到了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慨。 随着该事件的出现,或许是众多学员早已对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种种黑幕有着强烈的不满,许多学员也纷纷站出来大胆揭发和控诉。 一时间,公众对于中国好声音的好感降到了极点,同时对浙江卫视电视台进行了批评。 事实上,中国好声音节目就是浙江卫视选秀节目的代表,背后都有着种种黑幕,甚至有模特直接曝光节目的潜规则。 除了学员外,这些导师也曾经公开指出好声音造假内幕,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李文,李文控诉中国好声音的音频,大家应该都听过,让李文一直耿耿于怀,无法放下的事情。 就是导演组把学员王泽鹏支走,让他孤立无援,音腿急摔倒在舞台上,李文觉得自己被导演组侮辱了。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是有人不相信音频是李文本人说的,毕竟声音能伪造,又没有本人出镜的画面,很难让人相信。 就在这些人心有疑惑的时候,有知情人爆料,李文当时录制节目,摔倒的画面泄露出来了,网上流传了一段画面,据说是当时录制节目的时候拍摄的,画面中,李文已经摔倒,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而王泽鹏在距离他很远的地方,旁边似乎有还站着一个人,一直在给他守势,让他不要离开。 在李文不远的地方,梁静如站在那里,在看到李文坐到地上那一刻,他就打算上前去扶李文,结果刚走到一半,就被工作人员给拉走了,甚至直接拽到了观众席,不仅没在乎李文的感受,也没在乎梁静如的感受。 在表演结束后,李文因为腿伤严重而摔倒在台上,却没有人上去扶他一把,只有梁静如跑过去安慰他,而节目组却在后台嘲笑他,你看他摔得多惨啊,哈哈哈哈。 这段录音一经曝光,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和同情,大家纷纷为李文打抱不平,谴责节目组的无良和无耻。 李文是一个那么优秀和善良的歌手,他曾经用自己的歌声感动了无数人,他也曾经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了无数人。 他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呢?他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黑暗和龌龊的舞台上受尽委屈呢? 不仅如此,李文的学员们也让人失望透顶,他们明明是李文用心培养和保护的,却没有一个为他发声和支持,他们甚至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和节目组合唱的视频,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他们难道不知道李文为了他们付出了多少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李文为了他们忍受了多少苦难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李文为了他们牺牲了多少吗? 网友们纷纷跑到他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痛斥他们不为李文发声,冷漠无良知,你们都是一群白眼狼,你们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你们都是一群没有良心的人,你们都是一群没有感情的机器,你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的傀儡。 这些话语充满了愤怒和悲哀。 陈奕迅,随着李文疑似控诉中国好声音的事情曝光以后,许多人纷纷站出来,爆料自己或者他人在好声音节目或者蓝台的其他综艺节目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8月18日晚,蓝台发布声明,表示已经与李文消除误会,网上的传的音频是恶意剪辑,但依旧没有阻止大家对蓝台的愤怒。 其实,李文并不是第一个对好声音提出质疑的。 陈奕迅曾经自曝在节目中遭遇的黑幕,表示在节目中,一个女选手歌手还算不错,但远远没有达到要转身的条件。 陈奕迅也对节目组说了原委,表示自己不会转身的。 但是等节目真正开始录制,耳机中传来导演的声音,强制陈奕迅和纳英按下按钮转身,并让导师营造出导师们抢人的架势。 是不是50瓦一次转身我不知道,但陈奕迅很早就爆料过中国好声音的黑幕。 说当年陈奕迅做导师的时候,有一个女选手参赛演唱,唱得还不错,但是还不到转身的程度。 唱后导演一直问他们这个学员怎么样怎么样,陈奕迅也只是应付着回答。 起料短短几天后,陈奕迅又听到了这个女孩的声音,而她在演唱的时候,耳机里不断传来导演的声音按一下,按一下。 导演不仅明着只是让几个导师转身,还要营造出他们抢人的架势。 后来,陈奕迅就不再参与录制了,这个节目上也有很多很多录了一记就走的明星导师,倒是那应坚持的最长,因为节目的制作人就是她姐姐那心。 潘伟博 中国好声音2023潘伟博双手放在腿上,下一秒椅子自动转身。 近期,2023中国好声音引起了不少争议。 其中一场争议涉及潘伟博在游梦岛乐队演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 在18日播出的第四集中,由孟岛乐队演唱时,潘伟博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腿上,下一秒椅子却自动转向背后,拒绝了该名选手。 而潘伟博未料到此情况,感到差异一似说了What? 2023中国好声音的赛制和以往有所不同。 选手可以选择名选或盲选。 在名选中,导师可以决定是否转身选择选手。 而在盲选中,导师一开始背对选手,如果对选手满意,则转身选择。 而由孟岛乐队带来原创歌曲爱本身并挑战名选。 唱到三分二十九秒时,潘伟博明明双手都放在腿上,椅子却自动转向背面,变成他做出了不选择的决定。 网民评论潘伟博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导师已经把手放腿上, 竟然还被椅子碰瓷,也不过是个道具人,潘伟博,转移改声控了吗? 这真是明目张胆的黑幕等等。 这次事件也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节目的质疑和不满情绪。 金星,大陆一线主持人金星作风霸气,向来是有话直说,过去曾公开抨击好声音的电视台。 用词极为犀利,如今李文遭乳事件掀起风波,他19日发文开炮,抠抠咱不哭,善有善终,恶有恶报,并附上一张白鹿照片,上面写着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他也是大陆娱乐圈首位公开替李文爆去的大咖级艺人。 事实上,对于李文中国好声音节目族侮辱,李文的好友兼前辈珍妮也看不下去,稍早直接在脸书点名痛批,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为名为力不择手段。 即使同行亦侮辱他们自己的本质,看不起,更在留言区炮轰,什么都是假,哪里都一样,早就是了。 珍妮也气不过继续骂,他们太丢我的脸,也羞辱令他们大富大贵异于常人的艺术天分。 可惜啊,接住说,任何游戏都应在玩之前解释完整清晰,你可以选择玩与不玩,骗则是最无耻。 张慧妹,张慧妹在2013年的好声音第二季中担任导师,但她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被制作组黑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参赛者。 她甚至私下向外国选手梁晓俊道歉,称不是你唱得不好,是我们调不了你。 梁晓俊是出生在中国,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 她19日发布视频,曝光参加好声音的那新故事。 她表示,好声音第一季非常成功,第二季开始进行全球选秀。 当时,节目组从世界各地挑选了大约40到50人。 许多选手放弃工作或休学飞到上海等待节目录制,但没有一个被导师翻身,这让所有外国选手都摸不着头脑。 梁晓俊透露,当外国参与者录制完毕离开录音室时,看到录音室里几乎有十几二十人进入。 这些人之前已经回答过,但导师没有打开,怀疑节目组已经把名额搞定了,或许只针对那些缴纳了循环费的人。 好声音自2012年以来已播出九季,节目介绍了荷兰节目的Wis of Holland的赛制,曝光了梁博、张碧晨、周深等众多优秀的歌手。 但这部剧也因其所谓的黑暗而备受争议。 最近,天后李文去世后,他指责节目组不公平、不尊重、无理泄露音频文件和视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批评。 李文在2015年的好声音第四季中担任导师,但他在整个节目中多次与剧组发生冲突,在拍摄地点哭泣甚至打架,并向媒体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委屈。 虽然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声明,但一系列的事件却让人们对这档节目以及浙江卫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